看的是狼队对阵微博的第一局上半场地图是红教堂 低宝这边是搬掉了机械师拿了一手帮帮 我也觉得他这把拿帮帮感觉会比雕刻家好打一点 因为他帮帮的熟练度从比赛的状况来看要比雕刻家更高 而且平常可能打的也会更多一点 这刀阵容的话拿帮帮来打穷者这边有两个可抓点 上来如果能遇到祭司其实跟洞也能抓 当然遇到先知是最好的 这边遇到了祭司 这个点位四号机的祭司 要是先知的话 那就是对吧 几个字叫做毫无游戏体验 祭司的话还能看一看 还能看一手 一个洞先打走 哎呀这边一个奥利奥追一刀完了 换鹤这边出现了一个打洞失误 那这边问题大条了 这里可能会封你这个窗口 打洞走 想反穿想反穿 哎漂亮 这时候看他提到那边就想反穿 这个时间卡的刚刚好 带的是传送 我们看一下这边 距离这波反穿是拉了非常大的一波距离 虽然说已经没有动了 但是还有先知的鸟 所以说这边的祭司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命不大 因为当一旦进入到帮帮的射程范围 现在帮帮是六颗炸弹的一个满配 先丢一轮炸弹 风尼走位直接传到电机旁边 那这边看先知的鸟了 这个鸟怎么给 而且这边的鸟就算是给上了 其实意义也不大 为什么呢 一刀 鸟给上了 鸟给上了 刚想说就鸟给上了 其实这边只要破了鸟以后 有一颗遥控炸弹的 就算你翻出去了 对吧 我这边一颗遥控炸弹 也是可以把你带走 这里有一个地下室 挂不挂 如果选择挂地下室的话 对于帮帮来说就是宝瓶真胜了 但是也会给穷者一波不救 然后卡着你的一个机位 毕竟地下室你挂进去以后 帮帮守地下室的一个能力 其实跟守平地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反而我觉得挂平地勾引球人来 就更有机会去把存在感刷的更多 然后有机会去争一个更大的一面 他这边是选择球稳 不过第一局选择球稳也可以 通缉到了一个佣兵 佣兵这边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动作 这里狮子是没有任何动作 管自己修 反正你通缉到我离我这么远 你也不可能来丢炸弹 我这边对吧 帮帮这边是封炸弹封路口 怕前锋拉一波球进来撞进来 或者说怕前锋拉一波球 冲到地下室去把人救了 已经过半了 已经过半了 32秒有下一波的传送 那这局就看第一轮电击修完 这个第一个人挂飞以后 帮帮后续续绝节奏的一个能力了 由于这边求人者没有送任何的存在感 这波估计就是不会救了 那么会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帮帮在第一轮挂飞一个人以后 他没有能到到二级 没有能到二级他的后续的一个追击能力 除非能找到先知 能找到先知 你说找不到先知的话 这两个人全是满配的道具 并不是那么好抓 或者说应该换一个话 我来说就是非常难抓 非常难抓 哪怕你是一个帮帮 这边想架住 补 人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可以传了 可以传了 487这边拉开 知道你要传 那这边传过去是前锋 然后487的先知 再开始修 求人者这边也是洞悉到了邦邦的一个心理 觉得他这边肯定不会硬着头皮来追这个佣兵 选择直接对吧 让队友把电击拉开 不要修 等一下 对吧 等他传交了 我这边前锋先修 勾引他过来 而且前锋这边也是拉球拉的 那个很及时 就是不想给到任何存在感 这样的话 你邦邦永远是一个一阶的状态 一阶的状态 他的一个炸弹的一个距离不够远 如果说到达了二阶 其实远程二连是有机会去抓前锋 或者抓佣兵的 哪怕你有道具 之前我们也是看到过这些顶级帮帮抓前锋 对吧 一个前锋满球前锋 拉着球 一边拉球一边跑 然后被帮帮远程炸弹给直接 是吧 一轮给炸死了 嗯 追的话 佣兵的道具交完了 对于节奏 对于整体上的一个形式判断的话 我觉得还是监管者是一个小优 是一个小优 有机会能争胜 但是呢 也并不是一定的 也不是一定的 这边要追一个佣兵 佣兵这边是快倒了 快倒了 两颗炸弹一封 差不多要倒 倒了以后 37秒下一个传送 再拨 哎 这里这都没倒 刚才这一波没倒 有点可惜啊 这个位置刚才架住的时候 应该是必倒的一个位置 这边的一个炸弹 好 补一下 追一刀 嗯 挂的话 能不能挂到前锋脸上 守住前锋的电机呢 这个距离挂过去 前锋的电机应该是修不了 前锋这边可能要选择一波撞救 要选择一波撞救 放下 哎对 先补炸弹 稳定 把人挂上 可以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一手选择不让前锋撞救 因为前锋主要有个薄命 或者说没薄命 前锋拉一波大球撞救了 以后这傭兵拉开了以后 电机还是能够修开的 现在就已经差最后一台了 这边前锋还是要 那就看前锋这波救人 前锋如果能救下人来 这把救救人就会保平 如果救不下来 可能比较难 先知这个时候外面应该重启一台了 这先知 对已经在重启了 重启的话 傭兵这个铁屁股还能卡一会儿 我觉得两边都还有机会 当然一旦傭兵血线过半 开门战把这傭兵秒了 再传送 因为傭兵没有道具 再传送是 还有机会再留一个人的 这边我觉得 帮帮这个位置不对 这个位置放了一手生卫 这里前锋 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刚才 前锋可以拉球去救的 可能是穷者这边觉得 已经要过半了 然后救下来以后 电击没好 但是这里错过了 这一波救人机会 后续可能就比较难救了 因为你的血线是会被帮帮慢慢耗的 我们看一下 这边前锋要突破 要突破还是有点难的 这位置卡着 这里第二连弹 躲 拉球拉球拉球 那前锋的球已经几乎是快用完了 一刀想把人打开 再打 好的 电击点亮 人挂飞 这一波 虽然说刚才有可能会过半 但是我觉得那个机会点是前锋 唯一的一个救人 帮帮那个身位拉开 给到了机会 其实无论如何要救的 无论如何要救的 那这样的话 先把人挂上 然后看这边传不传了 帮帮这里不着急啊 反正吻三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针四 直接传的有机会 针四 门门门 传了 应该是能冲 应该是能冲 这样的话一个三抓 我觉得迪宝这边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几局他是可以接受的 球人这边的话 呃 唯一的机会就是刚刚那个口子上面 其实迪宝那个走位是给了一手前锋 拉球去救人的机会的 而且可以无伤救 无伤救完了以后 前锋再保一轮 就算就拥兵过半了 前锋再保一轮 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电击拖出来的 但是你 没有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让迪宝把你的血线炸成了一半 那么其实再往后打的话 迪宝的一个三抓的一个概率就很高了 那这样的话是微博先拿下一筹